政治大人物 企业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 至胜的绝招 周日Mr.Bick 请他们说分您 社会重要议题 台湾文化传承 哪些话题最新鲜 最有趣 周日Mr.Bick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ick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ck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到 是新时代叛读力这本书的作者 同时也是周中大学通识中心的教授 黄俊如黄教授 黄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黄教授我请教你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拜网络跟通讯科技之刺 现在人其实每天早上起床 接触到的媒体讯息 其实已经不是过去的打开去买报纸 或是打开电视机了 反而是透过就在你身边的手机 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 他还一直不断的传送讯息给你 其实很多人早上打开手机 当成是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 也因此手机变成了一种讯息 传递的重要的媒介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因为各种的通讯软体 越来越普遍 大家每天用LINE 用WhatsApp 或用Facebook 在传递讯息的过程里面 同时也在夹带了很多的新闻 在彼此之间不断的流窜 那也因此产生另外一种现象 叫做他不是传统媒体 他是专门在收集内容的内容农场 但是因为内容农场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传统媒体开始也在起而是仿效他们 传统媒体也开始在脸书上面 或各种其他的社群媒体上面 去做他自己的社群经营 也把他原来在电子 或者在平面上的东西转提到这边来 但是我后来有去做个比对 他们从一则新闻 在平面报纸上面所刊载的时候 用的标题 跟他同一个人的新闻内容 透过新媒体社群去发布时候的标题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有关于 你刚讲到排行第一名就是情感 我把它拆解更深入一点 情感里面就是所谓的有关于不伦 外遇 小三 这种事是排名第一名中的第一名 然后你发觉太多太多这种东西 你只要用所谓的关键词 只要是跟所谓的小三 现在叫小鲜肉 现在叫做各种的这种什么不伦 或者这种东西就会突然点阅在前面 那其实这种现象怎么回事 怎么今天的 我不晓得这是全球的媒体 都有这样子的犯 新媒体内容农场化 标题耸动化还是这种现象 只有在台湾比较独特 就您的观察跟研究 这是怎么回事 是 就我们的观察跟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全球里头 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因为传统媒体真的被新媒体 接受到新媒体非常大的挑战 于是当他很努力要存活下来 他必须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转变 转变的方法不一 但是台湾的这个现象 我相信在有关于科技报导的类型上 就刚刚我们所讲的那种 跟健康生活医疗相关的这种新闻类型上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严重的 那这个有很多的数据可寻 尤其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那一个传统媒体的农场化 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研究里头 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比方说我们老一辈的一些 叔叔伯伯或是我爸妈的那一辈的人 他们还是非常的相信传统媒体 所以当他们今天看到有一个简讯传过来 或是他们看到某些那个电视上的讯息 他们觉得是来自于某一些 有头有脸的传统媒体的时候 他们还是深信不疑相信的 他们还是相对而言比较相信的 所以当传统媒体农场化之后 他就有点类似我 我带着一个那个名门正派的一个外表 但其实我背后行销的 已经是一个农场化的一个内容 不查证聪动 然后甚至是拼凑 就残破不堪 那这些事情对一般的民众影响非常的大 那我甚至认为说 这个东西他必须要非常努力的 被大家正视跟检讨 OK好 这边我想请教黄老师 其实另外一种现象 你既然谈到台湾的这种传统媒体的 开始在这种转败的这种乱象 那我们就应该要来谈另外一个问题 越来越多的名嘴好像媒体 越来越多的名嘴好像专家 台湾有这么多的名嘴 他无所不同无所不能吗 他俨然是一种媒体的代言人 更俨然是一种专家批判者的代言人 台湾的媒体到底在干什么 像这样子的一个名嘴 其实我们都了解一个好的科学研究 他一定要非常的严谨 我们都知道不会有一个这么专业的人 他能够这个懂那个懂 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无所不谈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名嘴 其实很多的名嘴 他们其实一方面 我不晓得是因为自己的物资 或者是其实他有很多他业绩上面的要求 那他会跟某一些也许不是那么用功的媒体而结合起来 那这些媒体可以帮他赢得非常多的名声 甚至是非常实质的那个收入 这些东西都是民众应该好好的去监看的 比方说我常常在听某些广播的时候 那我会听到有些电台特别喜欢访谈某一些人 这个人他有可能也是某某大学的教授 然后他身兼多职 你不管在广告上面 你不管在任何的那个talk show里头 你会看到他 他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的活动 但是他每次他喜欢举的那个新闻 常常会是英国的每日邮报的报导 在我们的研究里头 这样子的一个小报的新闻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值得商榷的 那我也不太相信有人可以如此的 如此的有能力 然后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所以值得一般的民众好好的去监督他 OK好 其实真的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在各种的电子媒体 或经常看到某一些专家经常性的出现 而且他做各种不同的的这种谈话 那或者是某些名嘴无所不能无所不谈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其实对任何的讯息 我们都姑且听之 但是一定要存着心中存个问号 我们或许用自己的观念 或用自己的尝试可以先做一个第一层的判读 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 第一层媒体的那个包装的彩色的糖衣 是不是先可以拆解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有一些 你所不知或是存疑的时候 那麻烦各位听众朋友 你把这个讯息 把这个新闻放在心里面 你就应该保有一个问号 而不是全然的相信的 那当然因为今天的资讯 非常非常的多元而广泛 其实要做任何查证 其实都不困难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对一个新闻信用报道 是垂液的时候 不如善用现在的网络工具 多找一些资讯 或许可以帮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那或许各位听众朋友 您可能在过去的很多媒体的报道里面 比如说我们刚刚黄老师提到的 考土师会致癌吗 那十大恐怖外食 到底有多恐怖呢 那你或许有听过说 减肥不能够只算卡洛里 你可能算了卡洛里 可能越减会越肥 种种种的 还有珍珠奶茶 那个珍珠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如果做这些问题 这些新闻都还存疑的话 或者你可以来看看 这本新时代的媒体的判读力 能给自己找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是 国立中正大学通知中心的 黄俊如黄教授 谢谢你黄教授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礼拜同时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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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